会需要用到三个函数 第一个是用到φ函数 φ应该不明C知道吧 φ是寻找函数 寻找说你这个资料里面 有没有哪一个字 那如果有 它会告诉你说在第几个字 如果没有的话呢 它回来就会出现错误 错误就是一个点value 意思是说 我找不到你要的资料哦 所以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你可以再配合第二个函数 if if l这个函数 if就是逻辑判断 l就错误 意思是说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那该怎么做下一个步骤 那所以哦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的逻辑是这样 如果它应该是逻辑应该什么 如果它这个资料里面 如果有应该什么 如果里面它有0的话 就是先找什么 先找0 像这个资料里面有0 有没有这个0 0这个字 那我要的 就是0这个字的下一个字开头 到几个字呢 到它后面这个路的位置 的前面中间这几个字 帮我切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需要知道什么 到底前面有没有0 如果有0先找0 如果没有0就找里 如果没有里就找区 所以它一定会有区就对了 就大概这样的逻辑 如果没有0找里再找区 那后面这个字的话呢 因为我还需要知道后面这个字的位置 所以后面这个字的位置就是 没有路的话就一定有接嘛 不是接就是到嘛 那不然就是错误的资料了 那我只要知道这个位置 剪掉前面这个0的位置 那就是总共有几个字了 总共就是三个字 那就把它用MID MID函数 就可以切割出来啦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呢 当然逻辑知道了 怎么样把刚刚讲的 把它做出来 那我接下来就把它做分解动作吧 OK 那分解动作呢 做法跟刚刚类似 先做第一步 剪下来贴上去 剪下来贴上去 反正一直剪 所以你要懂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至少比较确保 你不会做错你的公式 所以第一个啊 比如说油标先找有个0的好了 比如说我先找0 这个有0对不对 先插函数 然后找什么 找那个FINE函数 FINE 这个FINE函数 寻找嘛 然后呢 它会跟我要三个资料 不过其实只要补上 第一个跟第二个就可以 因为StarLum 从哪个字开始 我从头 你也可以空下来 空下来就从头了 FINE什么呢 FINE零这个字 所以呢 我就输入0 刚才你直接打0 它好像蛮贴心 它会自己再帮你加前后双语号 所以你不用打前后双语号 也会自动出现 那V17的话呢 是在哪个储存格 假如我练习的时候 我在F6 因为这边有0 那你会发现它找到了第十一个字 OK有没有 然后按确定 第十一个 大家第一步OK的 那如果你往上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往上填满 因为上面都没有0 所以它会发生什么 减开头的就是错误 减VALUE就是说 你给我的资料有错误 让我找不到的意思 那怎么办呢 第二步 那我就可以针对上一个 假设我针对下一个这个是什么 F5这个储存格 如果说我要找你的话 那怎么办 接下来 特别注意 请你把刚刚的F5函数 再减下来 然后呢 再 就是再来理 所以插入函数 减下来部分方案等号 然后再找那个逻辑部分的函数 逻辑的话是IFAL OK IFAL其实顾名实码 如果发现错误 所以它会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那你要判断 有没有错误的话 是哪个公式啊 就是刚刚F5这个公式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它假如说找不到 就会发生错误 那如果翻出 后面的这个VALUE IFAL 就是如果翻出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呢 我意思说 那你再帮我找你 那怎么办 其实再把公式贴上 然后把0改成什么 改成你不就好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直接改 下面 然后VALUE 如果找不到0的话呢 那帮我找理 OK 好 那就找到了第九个字 好 有了 好 再往上吧 你会发现上面还是有 上面好像也 这个就错 这个为什么错呢 因为它这里面的话没有0也没有理 只有区 所以最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公式再贴一次 所以哦 再把这个公式再减下来 不保安等号 再放到哪里呢 再放到那个IFAL里面 一样再贴 然后呢 VALUE G4的后刮弧这一串 就刚刚这一串哦 不保安 多选到一个后刮弧 这不太好选哦 最后面那个后刮弧不要选到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区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把它改成区 OK 好 那就找到了 区在第六个字 有没有 按确定 好 那我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往上拉 往下拉 其实应该就全部都应该是OK的 就每个应该都全部都是没有错误的状态了 就一定就会找到什么 找到有这个 不是少0 如果没有0 就找区 没有区 没有0 就找里 没有里 就找区 OK 好了吧 然后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第二阶段 就是要去切割了 那怎么切割 特别注意哦 我要的资料 就是在区的下一个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公式贴到mint 把它加1就可以了 那后面这个字呢 它是什么 路接道 其实这个规则跟这个公式蛮像的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0改成路 把这个里改成接 把这个区改成道 就可以找到后面的字了 因为规则也不一样 OK 应该可以懂我意思吧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规则复制一下 然后做什么呢 然后再插入一个什么 密的函数 密的函数在文字里面 然后把什么 把资料跟他讲说 我的地址在哪里 地址在这里 然后呢 star number 就是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因为是从哪个字呢 从找到零里区 的位置加1 所以贴上 后面记得加1 OK 那加1之后的话 我们 后面部分 加1 然后呢 number chart 几个字 从尾巴这个字 从什么 路接到这个字 剪掉前面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零里区的这个字 中间就是我要的 所以 再把它贴一次 那贴上第一次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把贴上的这个资料 里面的那个什么 这个零里区 改成什么 改成路接到 这边改成路 这个可能要非常小 因为字很小 路接 这边是道 好 然后呢 这样的意思是说 帮我找到 后面的那个字了 那剪掉什么呢 前面那个字 所以再贴一次 所以哦 number chart 这边是贴两次 中间加个剪 前面呢 是改成什么 路接到 然后再贴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出现了万名接了 按确定 答案就出来了 就ENDING了 好 按确定 我给各位看一下 应该是这样OK的 然后向下填满 全部OK的 好 好 看懂了吗 分解动作 所以啊 这个字啊 请各位 不然的话 我重点再回顾一下 所以我把它砍这个 因为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分成 反正就是说 前面的那个字 一定是 零 如果没有 再找到零 再找去 这个是固定规则 OK 那后面那个字的话 一定是什么 不是度 就是接就到 所以这个规则是一样的 那我只要做一情一就可以了 所以哦 特别是 我如果把那个 前面的部分 再回顾一下 先零的话呢 记得是 找那个 先fine 所以这边的话 一定是先fine 这个 什么 这个资料 这个 先fine 零 所以你就把那个零 那个字打上去 然后呢 去哪边找 within 所以可能你们要对 那个fine 这个函数也要熟悉 因为fine的函数 将要用到的机会蛮大的 那当然呢 这个是有零 找得到没问题 如果上面找不到的话 变成说你要做第二次的判断 所以我再往上拉 就是f5的地方 再利用它去判断里 所以再把它剪下 再插入那个什么 嗯 一样 所以最近使用过的好了 这边有个最 再去 所以 更正一下 应该是ifel 如果呢 刚刚剪下的东西 找不到的话 那就帮我再 如果翻出 就是再去找里 所以再贴一次 所以ifel 变成要贴两次 一样的东西 把下面这个 改成里 就可以了 有没有 意思说如果找不到0 再帮我找里 OK 然后按确定 那这边就找到了 那这边就找到了 再往上拉好了 上面这个还是错 因为这边只有区 那所以 再来一次 所以 外面再包一个ifel 所以再来一次 把这个公式再剪下 剪下之后的话 再去找区 那找区的方法的话 记得 就是说 一样把它贴到哪里呢 这个剪下 贴到如果ifel 这个value 贴上 那如果fine value ifel 的话呢 那就帮我再去找区 再去找区的话 就是这个fine 把这个fine 刮弧 区 后面是里 把它改成区 就可以贴到这边来 那我刚复制的时候 有复制多一个后刮弧 所以一定是一个 前后一对的刮弧 那把这边改成区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意思说 就可以全部找到 我们的前面的位置了 好 然后再把这个 剪下 放在mid 里面去 有没有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那就这样应该做ok了 试一下好了 反正按阶段 因为毕竟各位 如果对于 这三个函数 不熟悉的话 那真的 会变成要土法链钢了 所以你要土法链钢 还是要把函数学会 就看各位 对了 ok 尤其资料量多的话 那当然不 不适合 用土法链钢的方法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阶段 那再来就是把这个 再剪下来 再放到mid 里面去 这一个部分 就完成了 那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最后完成的这个 画面是放在 第31页跟32页 所以刚刚第一阶段 是做到这边 就是 这个刮弧2里面的 ifare 先find 0 如果找不到0 我们就找里 再找区 然后再做mid 所以外面的话 就加一个mid函数 然后就找地值里面 把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后面其实只有加1 再贴 把这个贴上的东西 怎么样 改成路接道 然后再剪掉刚刚那边串东西 就大功告成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细节部分的话 因为毕竟这个公式比较冗长 所以只要有一个地方做错 都不行 实在是很累 OK 像这个 这么长的公式 居然可以想得出来 这个 这个人脑袋绝对 好 试试看好了 这个部分 当然其他的话 这个有的时候公式太复杂 有的时候通常会建议把它改写成VBA 所以后面的话 其实我有贴VBA 给各位参考 其实一般的习惯是 太复杂的东西 你刚才写程式 有时候反而 会比较好表现 不用就全部把它写成一行 那用VBA写的话 是说你可以分成很多行 慢慢慢慢写 比如说第一阶段就放 把结果放A的变数 第二阶段的东西放B的变数 然后再把它做切割 你这样写起来 就会简单很多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把那个 如果用VBA来做的话 是怎么做的方法 我有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那那个因为 因为离中午用餐时间 剩下大概两分钟吧 所以剩下时间就 请各位试试看 量力而为 如果实在是还是不太懂的话 回去可以再把影片部分 再稍微再细部的 反复再了解一下